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这个世新造成跌停 那事实上对整个的电子股的 尤其是IC设计的这个产业 那今天也造成了相当大的杀伤力 入股世新的台积电 股价小幅震荡跌三块 大连大下跌半根停板 而金利科几乎收在跌停 天津飞腾被解读 是发展国有CPU的业界领导者 一旦跟海思一样 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 台厂恐怕将无法接单 仿佛又挨了一记 美中冲突欺商权 在美国的整个经贸策略而言 供应链去中化 都会是一致的目标 因此对台湾的这些高科技的产业 基本上未来三到五年 我认为这个拉抬态势是持续的 绝无军事用途 降低客户遭制裁 对营运的冲击 307观众报道